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白龙马他电影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母亲为了名利财富,不断出卖女儿身体的电影。 丽塔刚满十岁,正是天真烂漫,对未来报以无限憧憬的年纪。 她跟着外婆住在郊渠,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。 她母亲是位事业刚起步的摄影师,只要一外出便是几个月都没有消息。 外婆很不喜欢她这种把家当作旅馆走走停停的态度,两人一旦碰上,就吵个没完没了。 丽塔很想讨母亲欢心,借此让她多回家看看自己,可惜都没什么时间能与她相处。 一天,母亲突然出现,还把她带到摄影棚里,说是想要花更多时间跟她待在一起,还趁机提出了让她充当自己摄影模特的请求。 丽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在母亲的指导下,不按时事的她对着镜头摆出了各种妖娆妩媚的姿势。 摄影结束后,母亲还特地要求她,不能将这件事告诉外婆,要把这件事当作两人的小秘密。 丽塔满足于母亲的陪伴与问候,便也忽视了外婆忧虑的眼神。 放学后,母亲带了一条崭新的蕾丝裙过来接丽塔,还让她当场换上,随后又把她带取一位男摄影师的家中。 丽塔看着自己的照片被卖给了她,自己的母亲还温身与她调笑。 冲动之下,她毁了摄影师的画作,母亲很是责备她。 为了讨好母亲,丽塔对着镜头摆出更多撩人姿势。 在母亲的寻陶下,她耳濡目染接触到更多属于成人世界的规则。 她化妆,烫发,出席各种成人宴会,她变得大胆而骚醒。 面对记者,她都迫不及待展示自己超越年纪的城主,她的照片被摆进画廊。 但因此,丽塔遭到了学校同学的排斥,嘲笑她不检点拍色情照。 而母亲变本加厉,把她骗到英国去,跟男性拍裸照时,丽塔终于爆发了。 母亲口中所谓的艺术,所谓的对她的爱,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金钱交易。 她只想要那些用自己身体换来的金钱和名利。 一气之下,她拒绝了所有拍摄,母亲为了讨好她,带她去游乐园,送她名贵裙子。 丽塔心灰意冷,她看清了母亲的真面目, 却还仍对她抱有期待。 当她看见,母亲找来别的模特取代自己的拍摄时,丽塔害怕了。 她担心自己对母亲来说不再特殊,她又冲进摄影棚,继续担任模特。 接着,奶奶在得知照片的事情后,气得倒在地上。 她的粗然离世,让丽塔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中,她只剩下自己的母亲了。 随着丽塔的照片影响力扩大,检查署们注意到这对母女的不寻常。 他们急速发愿,要求收回母亲对丽塔的抚养权。 母亲很是恐慌,她担心自己再也不能利用女儿赚钱。 于是,找到男摄影师,让她帮忙请律师。 但是后,她依旧死心不改,继续向低谷杂志社贩卖女儿的色情体骗,而且还想让女儿继续拍照。 丽塔得知此事后,非常崩溃,她发疯刺地向母亲咆哮,在地上挣扎。 此时,她已经失去了孩子的天真与活泼,变得冷漠而绝望。 奶奶的离世让她再也承受不住任何打击,但母亲还在刺激她。 以此偶然的交谈,她说出了丽塔父亲的真实身份,她是外公强暴女儿的产物。 丽塔绝望地走出家门,她抢走了路人的包包,最后被关进了哨馆所。 当母亲带着礼物来探视她时,丽塔转身逃跑,她想要逃向未知的远方,远离一切世俗与那刺激自立的母亲。 电影根据导演自身经历改编,我向来难以最恶毒的想法,去揣摩身边亲戚之人的心思。 但往往就是这些亲戚之人,给我们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。 只愿那些从未感受到家庭温暖的人,长大后能得到她应有的爱。 这里是白龙马他电影,喜欢请点赞关注评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